朋友们好,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分享的是红糖锅盔 具体的做法,还有一些小的技巧 材料咱们需要准备200克中筋面粉 食用油,准备35克 油和面先搅拌均匀 接着准备红糖50克,水75克 用开水把糖化开就OK 分次加入红糖水 咱们在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把水和面搅拌匀 因为水量不是特别多 全部搅匀之后,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然后再开始搓 这时候搓的目的就是把油,面揉匀 揉好的面团状态,还是要保证一样的颜色 然后用保鲜膜封起来 放10-15分钟就可以,不用时间很长 接着来制作油酥 这里是70克面粉加10克红糖 然后加上35克油 食用油,猪油,黄油都OK 然后把这个油搅拌匀 拌匀之后,一定要把这个油酥面搓一下 搓透搓匀 搓好之后收拢成团 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稍微有一点硬硬的就可以 这个面团已经饧好了,咱们把面团取出来 稍微撒上一些干粉,开始揉面 这一步大家要特别注意 揉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 一定要把这个筋性揉出来 揉成这样,组织比较紧密的状态 就是呈现的特别光 然后搓一下 搓成这样,直接分出剂子 这一个剂子是100克 剂子下好以后,不要着急做 咱们再放10分钟 让面团稍微松弛一下 等一下擀的时候不会回缩 咱们直接这样按扁 用擀面杖擀开 擀的时候一样厚就可以 这只是一张面皮 咱们来包酥用 然后把油酥分成等份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在包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像这样平着把面皮推上来 这样它里面不会有过多的气体 等一下擀的时候也会不容易擀破 收拢口之后 多余的部分尽量去掉 这样就能防止咱们擀酥厚度不一样 然后把这个按瓶放下来即可 油酥咱们就包好了 包好之后撒上一些干粉 先稍微按一下 擀的时候直接擀成牛舌状 擀得稍微长一点薄一点 差不多擀好之后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到最后这一部分呢 尽量保证一样宽 稍微擀一下 这样就能防止酥层不一样 擀好之后像这样压扁 然后用擀面杖 横着先给它压一下 再长着擀开 擀开以后也要保证 稍微偏薄一点 不要太厚 接着不要卷了 咱们从一头像这样叠过来 叠的时候要保证大小一致 最后这个部分呢 咱们直接像这样折过来 把多余的部分压在下面 一定不能压在边上 省得烤的时候这里会蹦开 叠好之后两边一压 把这个口呢给它封住 全部藏到下面去 不要让它漏在边上 然后稍微的按一下 用擀面杖擀一擀 擀好之后 差不多就像画面中这样的大小就可以 厚度应该有8毫米左右 然后呢咱们盖起来预热烤箱 上火180 下火19 预热10分钟 放入烤箱之后 还是同样的温度 烤制时间 22到24分钟 时间到直接取出 取出来之后呢 一定不能破 表面比较完整 上一下颜色一致 就OK 然后呢 要稍微晾一下 不要着急 等它这个脆度出来 凉了之后 咱们切开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状态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里面有这样的层次 这样咱们就全部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这个做法 一点难度也没有 主要是把甜味控制好就OK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